二战过后,一跃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通过为欧洲国家以及日韩提供军事保护 坐拥了一票的小弟 随着特朗普的变相压榨 这些小弟也纷纷在防务领域 打起了自立为王的念头 据7月6日参考消息网报道 近一段时间,韩国、日本以及欧洲 纷纷加速推进未来战机项目 防务自主成为这些国家 丢到混淆后的优先努力方向 当然,这些全要拜特朗普策次 此前,北约成员国和日韩 军投钱入股参加美国五代机开发研究项目 理应在飞机量产之后 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收益 优先使用战机 可这却成了特朗普敲竹竿的工具 没少借批售F35来威胁盟友 就拿土耳其来说 此前也为F35投入了不少研发资金 但到头来,美国屡次拿禁售F35战机 来威胁土耳其与俄罗斯军售项目 俗话说,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 美国盟友也意识到 与越来越不靠谱的美国合作 不如自己掌握国防科技主导权 如今,各国国产五代战机研发项目 也纷纷被提升日程 在6月29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宣布 韩国自主构奖的KF-X战机 将于2019年9月完成实际制造的详细设计 2021年造出一号实验机 2022年下半年实现首飞 6月19日,法德两国签署协议 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斗机和主战坦克 预计2040年新战机投入使用 此外,无人机卫星也被欧洲列为 自主防务重点区域 正如欧盟主席图斯克所说 有美国这样的朋友还要什么敌人 此前的美国尽管试图掌控全局 但对各盟友的诉求还是会有所照顾 特朗普却将美国利益优先原则 玩弄得炉火纯青 在各个领域压榨盟友利益 吝啬起来,传统盟友也不留情面 特朗普不仅在多个场合公开批评默克尔 指责德国国防支出过少 北约实力因此被削弱 近日,美国又放风说 正在评估从德国撤军的成本和后果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称 特朗普可能会拿北约前途当筹码 以迫使欧洲国家在贸易战 以及防务开支方面让步 美国的盟友也逐渐被特朗普 戳破了靠山吃山的幻想 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从短期来看 从盟友身上搜刮高纸 会让美国尝到甜头 可长远来看 这无疑会削弱日后美国的掌控力和领导力 注重短期内的投机 而难以等待长远的利益 或许这与特朗普商人出身不无关系 西瓜视频给你新鲜好看 中文字幕提供